大家好,歡迎來到保值9的頻道 在市場上一直有一個說法 那就是傳統機要比變頻機皮實耐操,一台頂三台 當然,任何的假設都得有前提 這裡說的耐操,通常指的是使用年限更長 這是因為傳統機的核心部件無非就是大顆的公平變壓器、輸出電抗等等 這些東西一般來說只要不是過熱燒毀,線圈紮尖絕緣破壞 那麼使用的年限幾乎可以說是無限 傳統機就算有控制板,但一般來說也都不大 檢修與更換都比較容易 雖然說交流接觸器、氣閥、不斷開關等等器件也都有壽命 但是由於佔整體成本並不算太高,所以維修更換起來門檻較低 換句話說,如果一台傳統機,只要使用率夠用 溫控設計得當 不曾出現過過熱燒損主邊或電感的問題 並且持續得到售後的支持 用上幾十年都是可能的 當然,時代在變 變頻機的出現給了消費者除了傳統機外更多的選擇 更高的工作頻率帶來更輕更小的電源機 更多更複雜的控制也得以實現 只不過相比於傳統機 雖然變頻機一樣有主變壓器,一樣有輸出電抗 但卻又多了如喬式整流、濾波電解電容 IGBT或者MOSFET這樣的電力開關器件 這也使得焊機的檢修變得更加複雜 畢竟板多了,器件多了 要判斷出哪裡故障的難度也就提高了 並且這些器件的更換維修還需要具備更多的電學基礎 與對工作原理的理解 否則要是真正出問題的原因沒找到 IGBT一換暗槍立刻再炸都是可能的事啊 由於器件更多,結構更複雜的原因 這也使得變頻機走向了兩個極端 價格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單板機 往往遇到了問題,直接只換不修 而單價較高的工業機 就必須有更可靠的設計 完善的售後支持 才能保證用戶花的錢 或者足夠令人滿意的使用年限 曾經有人問我 每當我去上海北京深圳焊接展 看到很多實力看起來頗強的路場 他們的焊機,無論是外觀還是功能還是價格 看來都很有競爭力啊 可是為什麼在台灣市場 卻沒有人代理 或者即便有人代理 也都撐不久 其實這也跟售後脫不開關係 畢竟台灣的焊機市場很小 真正有實力的 能夠囤得了焊機備品 且有技術能力 能做好售後的代理商真的不多 就更別說反饋什麼有價值的情報 獨處原廠改進修正了 話題來到本次的主題 對於我們焊機廠家來說 變平焊機有著兩大天敵 第一大魔王就是供電 電對於焊機來說就像生命之泉 水能載舟亦能復舟 供電電壓起伏越是大 焊機的壽命往往越是短 供電的問題 往往可以分為三類 一種是長時間的異常高壓 220V的機器不小心接到380V 這種只能算小case 至少還能算個人損收點錢 但如果是長時間的 比額定電壓多10%甚至15%的電壓 這個就很考驗器件的選型與用料了 說白話就是 器件的耐壓要夠高 再來一種情況是電壓的不穩定 若使用發電機或者供電條件真的太糟 這麼個招法 例如工廠內的變壓器容量不足 僅有大型負載經常性的啟停 造成瞬間壓降等等 通常來說 建議在安裝焊機之前 事前觀察一下供電環境 例如電源線是否夠粗 距離MAN POWER BUS 也是主電力回路盡可能近 試機時功率輸出由低至高 同時觀察壓降情況 見不好趕緊收啊 最後一種是塗鴉 有雷提 也有焊機自身的各種斜震震盪 引起的塗鴉 這可以說是最難觀察與進行實驗驗證的一種 前面說的兩種問題 異常高壓、電壓不穩定等等 都可以很容易靠過壓保護偵測和提高電容容量 甚至是提高電容電壓來彌補 盡可能讓DC BUS電壓穩定 雷擊造成的塗鴉 要用吸收電路吸收不難 真正難的是 找出自身焊機到底在什麼工況下 能夠斜震出高壓 如何避免 可以說 這都是斜雨類換來的各種教訓 最後的大魔王是干擾 干擾可以來自於 像TIG或PLASMA的高頻引護裝置 甚至變頻焊機工作時的Switching 對電源產生的干擾 有自身的干擾 也有來自其他焊機的干擾 既要防止自身干擾自己 也要防止被別台焊機干擾 干擾有來自於輸入電源端 焊槍與地線輸出端的傳導干擾 甚至也有不需要接觸就能遭受的輻射干擾 這也是非常難模擬的一項難題 有的時候一個干擾的存在 短時間看不出異狀 但是時間長了 弊端卻會顯現 這就好像 如果你的手臂被手指輕彈一下沒事 但是要是連續不停的彈 那麼再強壯的人都受不了 我們最近就發生了兩起干擾問題 去年底推出的暢銷機 TH200C 被發現如果把玉變光面罩控制線 與雅焊槍線包覆在一起 那麼焊槍打高周時有一定的機率干擾焊機 使機械CPU直接reset回到初始開機狀態 這種現象在短槍似乎不會發生 8米以上長槍目前有兩位客戶處發生了 這是我們當初開發時所測試沒能發現的情況 我們也立刻找到了改善的措施 好在這個BUG並不會造成毀滅性的傷害 影響的範圍也還不算太大 盤擊的可靠度可以說是我們一生懸命的追求 每一次的跌倒都讓我們吸取經驗 記取教訓 更感謝發現問題並耐心反應 甚至配合測試的客戶 有你們的反饋才讓我們不斷的砥砺磨光 有很多人都要合作或者讓我們不斷的